Hello大家好,我是一放 上一集影片已经教你如何快速使用Canva制作logo 这一集教你如何改logo的尺寸 那我用上一集制作的logo来示范 首先点击标志 点击资料夹 你的所有设计 那如果你有跟着我一起制作logo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你上一次制作好的logo 接着我们按调整尺寸 如果你没有绑定信用卡 这边是黄色的皇冠就不能使用 那绑定信用卡的话 你可以免费试用30天 记得在时间内取消就好 那我已经绑定好信用卡 直接操作了 logo应用在不同地方 需要不同尺寸跟单位 如果是网站就用像素 如果用在实体印刷上面 就可能要选0寸公里公分 假如今天我要用在自己的网站上 我会去看logo的部分 检查大小 是280乘以69 那我觉得这样太小了 我已经试过300乘以80是刚好 这边可能要自己重复试验 毕竟每个人用的主题都不一样 然后回来调整尺寸 300乘以80 就变这样 接着我们把原本的logo 重新排列 排列到OK的位置 再把它放大 变成适合你的样子 那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这个虚线 这个虚线是编剧 在平常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留上下和左右的空间 才不会这么拥挤 那为什么这边会超过编剧 是因为主题它原本就会给你预留一个编剧 那你logo再多太多编剧的话 你logo就会变很小 所以放胆的把它放大吧 全部都设定完之后呢 按下载 如果你的网站有其他的背景颜色 就选透明背景 应用好就变这样子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还想看什么教学影片 也可以告诉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部落格 拜拜